阿里好,我是炫魯斯 圓臉加上無辜的大眼睛 清純的外貌,討喜的性格 演起傻白甜看似毫不費勁 趙魯斯曾說,既然自己適合演傻白甜 傻白甜又能演得深入人心 為什麼不能執著於演傻白甜呢? 趙魯斯了解自己的優勢 並將其發揮到極致 帶來各種甜蟲劇演出的氛圍都不同 多樣化的將同性質的角色詮釋出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4個0 在這個人人都想進大製作裡 參演一角,藉詞晉升頂流 趙魯斯卻選擇了從網路劇開始磨練 開啟他的演員之路 接連演的幾部雖然沒有大火 但也慢慢累積人氣 直到古裝穿越劇,傳聞中的陳千千 相信不少人都被劇中古靈驚怪的陳千千給圈粉吧 特別的劇本加上沙雕的台詞 趙魯斯完全演活了陳千千這個角色 與男主各種相愛相殺的搞笑愛情段落 也讓這部甜蟲劇甜卻不尷尬 誰啊,這小模樣講得挺標準 呵呵呵 你要不要跟我回去等下個出去嘛 這部劇讓趙魯斯獲得巨大的人氣 也得到了網路劇女王的稱號 延續著大火的人氣 接下來出演甜寵時裝劇我喜歡你 和林宇森的老少沛 氣氛也是拿捏得十分恰當,終歸終局 我會,我會唷 我會唷,我會唷 我們不妨 你會唷,我會唷 我會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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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唷 你會唷 快點 人氣急速創生 開始獲得關注和資源時 他卻選擇在長歌行中為迪伊勒巴做配角 那時趙魯斯的關注度已經追上迪伊勒巴 劇中他與劉雨寧的浩妍CP更是受到觀眾喜愛 話題度絲毫不輸主角線 在長歌行殺青後 立刻進到一不小心撿到愛 進行拍攝 8月拍完 9月國子堅來了個女弟子 又開機 馬不停蹄的連拍三部戲 在爆紅後還能如此 趙魯斯確實令人十分敬佩 被稱作男神收割機的趙魯斯 打死也都自帶CP感 合作過的男神多不勝數 包括鳳球皇的宋威龍 我的皇帝殿下蕭戰 傳聞中的陳千千丁雨希 還有即將播出的填充古裝劇 國子堅來了跟女弟子的徐開成 大熱IP改編的新漢燦爛 二度搭檔無類 和近期再度以你是我的榮耀 創造新高峰的羊羊 合作主演且是天下 劇情講述錫蘭公子與錫雲公主 經歷十年婚姻 攜手走過生死情節 武林霸主為美人放棄江山的絕美虐戀 定裝造一出來 由於羊羊的古裝造型 仙氣十足 讓網友笑虧 羊羊和女主角一樣美 兩位我最喜歡的演員搭檔 十分期待這部劇的到來 這部也是未演先轟動 雖然很多人覺得趙路斯還不配主演這類大製作 希望能夠大大的打臉那些人 許多人對趙路斯的印象只有灑白甜 但他參加綜藝節目演技派 節目中飾演一位腿受傷的演員 短短三分鐘就把故作堅強到崩潰爆哭的轉變 演繹得零零盡致 讓在場的其他演員和導演都一陣讚嘆 我能好好拍戲 蛤?我相信你 我們想哭就哭 沒事 現在作為演員活躍於圈子 但趙路斯一開始是參加超級女生想當歌手的 雖然沒有被選上 但也沒有因此放棄歌唱 私下時常練習唱歌 並在微博發布唱歌的影片 也獲得機會在多部戲劇裡現唱插曲 甜美賞音跟隨劇情令人十分陶醉 趙路斯不僅會演戲 會唱歌 他還是古增八級的能力者 在《我喜歡你》中就曾彈過八級的考籍曲《將軍令》 之後也在跨年晚會中穿著古風紅裙 優美畫面搭配高超技藝 擋著這麼可愛又多才多藝 你說合理嗎? 不過我還是幫大家找到他的黑洞了 高中時因數學成績不佳 父母幫他報名補習班和家教 趙路斯數學依然只拿了16分 正是傑出了一首 出生至四川的趙路斯 在學生時期因為照片被網上瘋傳 成為了笑話 在網上集聚人氣 同時也造成許多人酸他、黑他 為了保護年紀還輕的趙路斯 父母將他送往台灣 就讀明道大學服裝設計系 因此講話有時會帶一點台灣槍 還拍了一支開箱台灣泡麵的影片 也曾在歐我的皇帝殿下中講過多種口音 十分搞笑有趣 大哥 我都跟你說了我們是自己人啊 我膝蓋都卡脫了皮了 手也受傷了 為什麼還要這樣呢? 這超奇怪 成功搭上網路劇的順風車 拿下網路劇一節的稱號 沒有經濟公司的趙路斯 靠著對自己的了解 挑選適合的劇本 從沒有任何資源 到現在人人搶著藥 形成滿檔 把自己的演藝事業 規劃得平步青雲 飛客般出身的他也說過 大多時候我只是以自我感官 用最真實的感受演出 或許表演技巧不如專業演員 但趙路斯勇於接受挑戰 不單待在甜蟲劇的舒適圈裡頭 讓自己往上爬成為95後的人氣花旦代表 也是最由旺盡生頂流的新生代演員 明明可以灑白甜卻非要靠實力 很多人會拿趙麗穎當作趙路斯的模板 雖然這是極高的稱讚 但他不會是第二個趙麗穎 他是趙路斯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是四格林 還想要看哪位明星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謝謝大家 掰掰